日本福岛核电厂因为地震与海啸袭击 爆发辐射外泄危机 引发国内各界对核联安全的疑虑 多位民进党立委 星期一下午在立法院未还委员会临时提案 要求正在新建中的核四厂暂时停工 在现场民进党立委人数占多数下 表决通过 不过马总统星期二对此表示 核四不会停工 国民党立愿党团也正在评估如何翻案 等党团的立场跟马总统一致 非常清楚 就算以后盖完不商转 那个也是等到充分的考量 要不要商转是以后的事情 国民党团强调 这项决议案并没有强制力 不过民进党团很不满 强调停工决议是为了民众的生命安全 如果国民党党团 今天还试图在未完委员会 做出复议的动作 那就是与全国人民为敌 如果没有复议 那么请遵照未完委员会的决议 何事停工 民进党团也列出对核四工程的11项忧虑 包括偷工减料 火山断层威胁 防震系数不够等等 他们希望核四能尽快停工 针对整体运作进行总体检 记得张熊 张志全 张国良台北报道 安全性有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我利用这些安全的画面 他就既然